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停住之后查点了一下人数 还挺绝 这人一个没手 为什么这官兵们没有一个跟这帮楼楼兵打仗的 因为这官兵们心里都这么想的 太保你跑 我们比你跑的还快 两位太保互相一看 新帝 大哥 怎么办 怎么办 回去等着挨罚吧 来 把伤包扎包扎 这哥俩这伤腹的还挺好 这个是这面 那个是头顶 这队伍里边带着有那白铃子 把那白铃子拿过来 一个是这么竖着铃 一个是这么横着铃 嘿 瞅着还倒挺平衡 哥两个铃完了之后 带着队伍就回到了燕海灯中 来到帅堂之上 先师抱进 走进来之后扑腾望着一跪 正当中做的正是太王杨林 这杨林 今年的年纪不到六十 头上带三叉黄金盔 身穿大叶黄金甲 扇一大红袍 法似三冬雪 并塞九秋霜 一部银虚人扇满胸前 根根透肉 条条透风 这头发和胡子一根黑的都没有 耍白 按他那个年龄来说 可是到不了这么白 这杨林呢 年轻时候就白 少白头 岁数还没到全白了 但你看他的腐色 可以称是荷法童年 红扑扑的 这老头好体格 练了一辈子武艺 打了一辈子天下 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 由于他的地位 由于他的出身 由于他的本领 也是由于他的个性 生来的是刚愎自用 狂傲自尊 杨林刚一声帅堂 一瞅自己两位太保回来 脑袋都缠着白领子 特别狼狈 杨林一看这是怎么了 太保儿 你们押戒黄冈去往长安殷河 如此快速就回转登州了 啊 启禀父王 不才无能 把黄冈丢了 什么 你把黄冈给我丢了 丢在什么地方 啊 呃 父王 丢在山东地界 呃 长野林 小孤山 怎么丢的 这哥儿两个就把被截的经过从头至尾是细说了一遍 杨林听完了一缕虚然 嗯 我问你 截黄冈的人 他叫什么名字 对 他叫成达 呃 还有个尤金 成达是什么 是十斧子 你跟他交战几何败的 我两下就败了 他三下就败回来 混账东西 无用的奴才 那个尤金是什么 尤金 啊 他是什么 嗯 没看清楚啊 那尤金哪后头离这远 嗯 你们两个把我四十八万两一堂黄冈银 竟给圣上的龙凤共丢失 竟然还有脸面回来见孤王 哎呀 两旁把这两个奴才推出去 看了 打 两旁刀斧手过来架去 罗方雪帘往外就推 这哥两个一个就是求饶 哎呀 父王啊 你饶命啊 别说这我们俩 别人去了也不行啊 我跟你说 他那一千多人呢 他比我们人多势众 我们跌不过他呀 父王 他两个人抄着就已经拉下去了 这功夫 两旁边众威将官呼拉全跪下了 包括杨林手下还令十名太保一起给他们讲情 实际上杨林也并不想真杀他 好 既然如此 来呀 把他们两个带回来 推到外边又带回来了 两个奴才 你丢失我的黄杠银本应当战 念众威将官与你等讲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哎呀 各自重责四十军 是 两旁人等按倒的罗方雪帘 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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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军 打完了 他俩走了 杨林在上边 愚怒未夕 杨林心里何就这个呀 心想这强盗 你胆子太大了 你就接我的黄杠银哪怕在外省地界 你就在山东地界接我的黄杠银子 我是沿海登州的泰王 你在山东地界接我的黄杠银子 这不等于往我脸上抹灰吗 山东不管怎么说 这是我所管下的地面 但是杨林心里这么和气 虽然是我管下地面 我不能承认这个事 我得往下找 他提起笔来 写了一道王印公文 写个谁呀 济南府街渡史唐碧 这街渡史唐碧 也就相当于是济南地区的军政首领 长叶林小无山 就在历城县和东俄县之间这一带 所以我找你唐碧之问 杨林一道公文下去 就把山东街渡史唐碧给调了 这唐碧骑着马飞奔登州 一路上心里就犯和解 他知道杨林这个人脾气暴躁 性情狂傲 调他去不知道什么事 十有八九不是好事 下级见上级呀 这心里边揣着个小兔子 生怕哪句话说错了 就会招惹杀身大祸 唐碧进来之后 杨林把唐碧请到大堂上 而且给他刺了个座 唐碧坐在旁边 杨林瞅着唐碧 唐碧 王爷 您别看唐碧坐着 实际坐都不敢坐实了 这俩腿使劲老子虚空着 随时准备站起来 王爷 知道古王为什么把你叼来吗 卑之不知 唐碧 王爷 国王打算问问你 听说你在山东济南浮这一带 智里的地面 倒也安静 老百姓安居乐业 倒责不起 是吗 唐碧心想问这话什么意思 他是真那么相信了 还是反义词呢 王爷 卑之不敢这么说 如今 盗贼风起的年代 卑之所管下领土之内 也不敢说没有盗贼 哦 照那么说也有盗贼咯 也有 有 是有 不过 也都是些山贼野寇 啊 他们不敢做什么大案 不敢兴大风做大浪 是吗 唐姐都是 你可真会说话 你管区之内没有兴大风做大浪的 我送给当今圣上的四十八万两一堂黄杠银就丢在你的管区之内 这还不算大风大浪吗 再大就得把孤王的脑袋拉下去了 啊 唐碧听到这儿当时腿肚子就赚了筋了 马上站起来浑身吃啄嗦 哦 王爷千岁 卑之时事不知 王爷 望您见谅 孤当一转身跪在这儿 王爷 这是什么前发生的事情 卑之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唐碧 我的大太宝二太宝押接一趟黄杠银 要送往巴水长安 行在你历城县管察界内 常业林小湖山6月24日过门夜 被一伙强盗把黄杠银接走至今下落不明 唐碧 你可知罪 卑之知罪 卑之知罪 王爷 这伙强盗简直是无法无天 胆大包天 卑之愿意回去马上缉拿这帮强盗 好吧 既然如此说 我告诉你 接黄杠银的强盗 自己报名字 一个叫承达 一个叫尤金 你回去之后 我给你两个月的限期 苏苏苏苏 苏苏把承达幽禁给我捉户归案 如若不然 提你的人头来见 去吧 遵命 这唐碧 这唐碧站起身 一出这大堂 浑身上下的衬衣都透了 这身冷汗 唐碧心想我这官啊 做到头了这是 哪儿出来这么一帮贼啊 你这天大的胆子 怎么敢接杨林的黄杠 你不是跟杨林为仇作对 你是想要我脑子呀这是啊 唐碧急忙回到济南府 回到济南府 唐碧也有唐碧的办法呀 上级压下级 下级再压下级 唐碧马上传命令 把历称县县令徐大人调来了 徐大人来到之后一见唐碧 啊 基督士大人 不知调卑枝到死有何拆遣 这点唐碧脸沉下来了 架端下来了 徐志仙 啊 大人 你这个历城县地区治理的如何呀 啊 呃 治理的 不敢说这个平静无事 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有盗贼没有 盗贼不敢说没有 不过也都是些偷鸡摸狗之辈 所以 胡说 六月二十四长夜离小湖山 丢失了太王阳林送往八水长安的四十八万两一趟黄岗岩 这还是偷鸡摸狗之辈干的吗 嗯 再有严重起来 那就危机到太王阳林的向上人头 保得住保不住了 嗯 这怎么说 这徐志仙一听 眼下站起来 哦 卑职实实不知 这还有这种事情吗 告诉你 太王阳林公文早已经下来 责称献期捉拿结荒杠的贼口 这两个人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 记住 我给你一个月的限期 你把他给我拿活到晚 如若不然 小心你的向上人头 去吧 把这徐志仙给撵下来 徐志仙回来之后 照本施发 他生了糖了 就把这三班总一马块头 两个人一个叫樊虎 一个叫连鸣找来了 樊虎连鸣 最近咱们的地面怎么样 樊虎连鸣说老爷 那没说的 咱们的地面 虽不说是路不失业不庇护 但是老百姓基本上可以说是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 泰山王阳林的四十八万两 黄杠银在长夜林小谷山丢了 你知道吗 这个小人不知道 我告诉你 公文已经下来了 限期捉拿强盗 这两个强盗头 一个叫程达 一个叫幽金 你们两个必须给我捉护 听见没有 老爷 几天捉护 我给你三天限期 捉护不了的话 我看你怎么见我 去吧 是 哎 这两位马快头下来了 这马快头 马快又叫普快 哎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啊 治理地方治安的这个刑警队一样 这两位往下走 走了半斤就回来了 老爷 我们问问这个程达幽金 他 住哪您知道吗 要是知道住哪我还问你们俩吗 不知道 好好 好 两人出来 翻虎看看联名 兄弟 往哪找的程达幽金去 没地找去 我告诉你 敢截黄杠的能报真名吗 啊 你就找着那程达幽金 他也未必是那截黄杠的 不管怎么说 咱们找吧 按户查找 查找程达幽金 从济南府里边找 到找这几个 有八来岁的 还有一两岁的 这两人都不能截黄杠啊 哎呀三天一转眼就过去了 这哥俩回来 来到大堂上一见徐志县 回禀老爷 小人回来了 可曾把程达幽金 截黄杠的盗贼捉获 没有 没有找到您再宽容两天吗 我宽容你 谁宽容我呀 哎呀 各达二十大门 是 两旁差人过来把反虎联名按到大堂上批 就啪啪啪 各打了二十板子 打完了板子之后 徐志县说反虎联名 这回三天没有抓到截黄杠的强盗 我打你二十板子 我再给你三天陷器 再过三天你再抓不着 我打你四十板子 再过三天你再抓不着 我打你八十板子 你最后抓不着 我就要了你们俩的脑袋 去吧 是 哥儿两个下堂了 下堂之后互相一看 你说这承达幽金他上哪儿去了 咱们怎么找啊 找吧 又找了三天 回来一上堂 徐志县问 你们两个人可找找的 撑他幽金了吧 大人 没别的 您再打四十板子吧 别的话没说 徐志县心的想 这是没办法呀 打他四十板子 头下二十板子 那伤还没好呢 啪啪啪又打了四十板子 反虎联名 两个人这回挨完了板子 一圈一拐各自回家 反虎进门之后 冲老婆子撒气 给我准备点酒 老婆子一看怎么的了 倒了血没了 这马块头算当到头了 行了 再过三天再挨八十板子 你准备给我买口棺材 大叔把脑袋砍得成你好收尸 又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娘的也不是拿出来这么一帮强盗 在长野林小屋山把黄杠给截了 那是太王杨林的黄杠 你说截谁不好怎么截太王杨林的 把他这一截 这老杨头子他急了 山东一贪官都得听他使唤 上边压下边 下边压底下 最倒霉的就是我们这头 二十板子四十板子 这全都破了 哥 往哪儿找了黄杠去 他刚说到这儿 旁边他有三岁的孩子 旁边说话了 爸爸 我记得黄杠在哪儿 啊 宝贝过来过来 你告诉爸爸黄杠在哪儿 结本二狗子他表哥就叫黄杠 放屁 那不信放屁是真的 混蛋 屁啊 你还个嘴巴子 小孩抹眼泪出去了 真是到什么时候了 你他娘还跟我跑那儿斗闷子 哎哟 两天过去了 反虎一见联名 兄弟 怎么样 有头绪没有 没有啊 那咱们就得还挨那八十板子 不用 大哥 我可跟您说 我想起个人来 要想破这个案子 是非他不可